福原爱去年和江洪杰离婚后 一直都留在日本 不只和一起不伦的横斌男开始交往 甚至传出他们有意再婚 至于他的一双儿女 则是留在台湾给小杰照顾 平时只能靠视讯和小孩联系 在母亲节这二天 福原爱就发了一篇长文许愿 希望这个疫情能早点过去 不要在梦里见他们 是真正的见到他们警报一下 文中他也倾诉生小孩的辛苦 说自己当年孕吐很厉害 曾在机场吐到全身 眼睛下面的毛血管断掉 嗓子也破了出血 可以说是为了生小孩吃尽苦头 但是当妈之后这些都不算什么 因为孩子生病了会想跟他交换 好吃的东西恨不得想带走给他们吃 漂亮的风景想拿剪刀剪下来给他们看 想多让他们学东西多体验 把我所有的好的经验都给他们 说这个就是母亲 最后他也谢谢自己的妈妈 还有把他变成妈妈的孩子们 喊话自己会继续努力 就是他离婚后 罕见提到很想儿女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讽刺 要他报警婚前出轨的情郎就好了